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给大家带来快乐 锦上添花 行了 那咱们话不多说 先填一波坑再说 上回咱们不是一口气就毁了三个童话故事吗 那接着咱就再毁俩呢 凑个事 老郎在上回结尾的时候不是把保姆给绑起来了吗 那是正打算潜入小红帽下报仇吗 这个小红帽和白雪公主那临出门之前 也是千顶了万主婆让这俩孩子 别给摸上人开门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问我 就是这一家俩女的没有男的是怎么把这孩子给整出来的 那我只能告你 可能是无所在配 并且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老事儿的啊 一会儿那个保姆阿姨就来了 那走了还没过多一会儿呢 这个门铃就响了 就小姐俩就顺着门份就这么一看 发现是保姆阿姨的衣服 也就没多心子就把门给开开了 然而等人家进屋以后 我这俩人那是彻底傻眼了 不是说进过以后动物不会成精吗 你这这老高你是你喝谁呢 那姐姐是不是吓得不轻 但是弟弟显然是对这个长了一根大尾巴的保姆 很感兴趣 那进屋以后啊 老狼就表示说自己是相当的饥饿 不是 相当的饥饿 谁也就拉着弟弟往厨房撩啊 不是 哎 你这现在狼吃人都这么光没得大了吗 在我家 吃我弟弟 用我家厨房 那玩笑话吗 最气人的就是他弟弟还在一边说 说我不喜欢胡萝卜不要放了 那撒孩子你还以为这大哥是给你做饭呢 人家是把你当饭了 哈哈 傻不拉机给人调配菜呢你说 而姐姐这边显然是不可能打得过他 但是咱该拦的也得拦着 就讲话来说那什么大半夜在上 这还没到吃饭那点呢 阿宝姆阿姨你先给我们讲讲睡前故事吧 给我们哄睡饶了 你吃饭的时候也省心是吧 老狼虽然觉得很扫兴啊 但是转天一想的也是 给他们哄睡饶了的话 我也刚好地下手 想听故事还不好说吗 那我就给你讲一个讲俩 两个孩子两个故事 双倍的快乐 你不能偏心呢 笑毒的我告诉你 再坏我好事 你再踩我台 我第一个顿了你 我把这个弟弟是挑了两个故事 分别是杰克和魔斗以及灰姑娘 这故事挑的是不错 但是小家伙 就这俩故事 你俩也听不定 因为是咋的 来来回回都是他 关键是你俩听的还不是原版 那都是为和谐以后的版本 他听了也没劲呢 你大哥 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 最真实的版本 让你们也开开眼 其实吧 这个杰克和灰姑娘 它是邻居关系 杰克家里这般是比较贫困的 不捣着自己 整个就是一个邋遢孩 成天呢就知道 顺着木头缝呢 偷窥自己的心动女生和灰姑娘 而这个灰姑娘呢 其实每天打本的 也是灰头土脸的 也没好看到哪去 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跟他俩姐就这么一比 灰姑娘就宛如天使 下凡一般的美丽 让人别看人家俩姐姐 那是长得丑 但是人家想得美 这不是王子 明天就要举办舞会了吧 人家俩的目标 就是立志要当王妃 那灰姑娘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让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呢 是并不支持她能这么做 就连平时想吃个果酱三明治 那果酱都得偷摸尺 被发现以后 还得被关进小黑屋去 给她的理由就是说 你长这么磕尘 并没有资格吃果酱 那我要是磕尘的话 你俩都算牙唇 我都不嫌弃 你俩吃饭浪费粮食 反正反过来你还嘲讽我 那家真是丑人多多怪呀 而杰哥这边 看灰姑娘这个德行 那还心疼人家呢 你快心疼心疼你自个儿吧 现在家里穷的 那耗子来了 都得含着眼泪走 你快去啊 牵着个老牛 出去找个副骨 给自己嫁入去 这头牛就是你的彩礼 或者说 你给这老家伙 卖个好价钱 也好让我有点买肉的钱 你妈我这都快半年 没尝尝昏心人了 你看到这儿的时候 就不明白了 那想吃肉还报熟吗 你把牛宰了不就完了吗 那怎么在这牛身上 长得不是肉是毛啊 然而吧 咱们杰克那一筹 也不是啥省油的灯 不是啊 那也不是啥正经的小孩 直接就去了一趟魔法商店 跟小仙女做了个交易 用这颗老牛 他换了一颗豆子 还有此时老牛的心态 是爆炸的 就讲话了 说在你妈眼里 她不把我当口肉就算了 在你眼里 我他妈竟然还不如一颗豆子 哎呀 就这母女俩的智商加一块 我感觉都不敢我告我 那回了家以后 杰克妈就这么一看呢 这家里的唯一的劳动力 最后就被换成了一颗豆子 大家给他妈气的 直接把那豆子抢了 就给撇了 撇完就揍他呀 这回倒好了 你连豆子都没了 你说这牛让你俩卖 那后面一转 这灰姑娘两个姐姐 那是盛装出席 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去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小仙女 牵着杰克的那头牛高调路过 然而就偶然间 听到了灰姑娘的呼救声 虽然是很不情愿的 但是剧本上白着黑字的写着 让我去救她 那就没办法了 小仙女人也是一扭身 就钻进了地下室 此时咱们这个老黄牛内心 是更复杂了 说你们这一个人 太欺负牛了 就这么给我撇钱就不管了 你要再不出来 我可跑了 我跑的都可快可快 你也不杀我都 而这时候灰姑娘 知道自己的态度 有下次以后的灰姑娘 那是开始走苦情无限 就各种的倒口水上 反正最后是给小仙女人 感动的不赢不赢的 就该装备的都给她装备上了 你还告诫她说 12点之前 你必须要离开舞会 否则别人就会清楚的看到 你内衣的牌子 而被小仙女导致过以后的灰姑娘 那就是不一样 一进舞会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最后那家伙给王子迷的 就直跟着蹦离啊 然而就在王子玩的 最接线的时候 这个灰姑娘 眼瞅是已经到了12点了 那是无妄处撩 那王子肯定也是尽力想挽留 但是可能是这个挽留的手法 他不对 就这么一拉一扯的 直接就给人家灰姑娘的裙子 给耗起来了 最后呢 临走临走的还拉了一只鞋 由于当时灰姑娘跑 那就可快 那就跟狗俭定似的 那王子是死活没追上 所以他就决定说明天举办仪式 全城的姑娘都来试这只鞋 只要谁能穿上它 就地就跟他结婚 穿完以后随手就把鞋 那么大的区别 王子是愣没看出来 第二天的时候仪式照样举行 你说就那个晚上这两只鞋 你不分大小 是不是也得分散啊 就再不记得话 你闻闻的味儿也能嚼出来不对吧 这只都酸了 而杰克那边呢 也是出现了转机 就一晚上的时候 这颗豆子长出的藤蔓 已经直中云霄了 而再仔细这么一看 这上面长的叶子 那都是金的做的 只要杰克爬上去 把叶子都栽下来 那别说是开灰心了 你就是开香槟 那也是当自来水喝呀 而等到杰克爬上去以后 那是不仅见到了黄金叶 也见到了一个 生存在这儿的巨人 虽然杰克那是反应快 躲过了一劫 但只要有他在的话 就想偷叶子 肯定是不太现实了 所以杰克这一溜一 就咕噜下去了 并且不管他妈 就咋跟他说 那也是死活不上去了 然后他妈跟他说 也说之所以你会被发现 都是因为你不洗澡到的 就成天你身上这个死味儿啊 我哥老远 大家都能被你熏得直下人中啊 我让你洗澡 你也不洗啊 你说我这么个干净的美女 怎么就生出来 你这么个玩儿了 这话上你说的 你干净你去呀 我去你我去 怎么的我还怕你啊 接着我就得告告你 什么叫姜还是老子吧 后面一转 王子这辈子 仪式也已经开始了 那全程的姑娘 都快塞一遍了 也没找到他的心动女生 那不废话吗 就大姐这只鞋 那是平常人能驾驭得了的吗 那穿得上穿不上 咱也放一边 那整不好的话 都容易染上酒气啊 然而等轮到大姐的时候 人家是很轻松的 就征服了这只鞋 那按照规矩来说的话 这个王子只要能找到 穿上这个鞋的人 就必须取人家 但是人家王子呢 现在宁可把剧本烧了 都不可能让这老娘们得到自己 所以直接一声令下 就让士兵砍了她的脑袋 最后已经绝望的王子 还顺带脚了 一块把二姐的脑袋 给砍下来了 那灰姑娘就这么一看 说这该死都死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是轮到我去 雁平更深了 然而等灰姑娘来到王子面前的时候 这个已经杀红眼的王子 就表示说真是什么 货子都敢过来冒充我的妃子 就你穿的就埋里埋胎的 还想让我娶你呢 说完以后就开始疯狂的追杀灰姑娘 那此时这个杰克妈 也是终于登上了腾曼的制高点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够香的了 不会被巨人给闻出来了 但是奈何如果洗澡 是沐浴露用多了的话 那味道同样刺鼻 反正最后这个巨人 对杰克妈的评价就是 那肉少就算了 香精子还放这老鞋呢 果然是垃圾食品 而这次老妈去世 貌似是给了杰克不少的灵感 他直接就是一脑门的 扎进了浴室里 给自己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 就这回他连香皂都没干湿 洗完以后 他是再一次的爬上了藤曼 而这次他是成功的 没有引起巨人的注意 只要这个大家伙没动静 那就好说了 就这回这个杰克 那是险些没把人叶子耗吐了 你说有这些黄金的 导手卖出去 他是不是下半辈子 也可以吃喝不愁了 但是咱杰克的脑回路 那不是一般人能琢磨明媚的 他最后是用了一车的黄金 换了小仙女的那个门链 打算自己创业开店 我的妈就你这样的 也不怕把裤衩都被丢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灰姑娘 依然是被王子追着看 那很快这个灰姑娘 就跑到了死胡同 那结果是特想而止 那就听到这的时候 解析师的这个结局 很是不满意 就讲话了说 那童话故事里 这个公主怎么可以死呢 而这个时候老郎就表示说 嗯 你听我说完呢 这故事也不是没有转提 就在灰姑娘 即将要绝望的时候 这个小仙女出现了 并且表示说小独到啊 导演组临时决定 让你在趁会时常 赶紧来许个愿 我帮你时间快点的 灰姑娘就这么一听啊 就立马表示说 我不要王子了 我也不要钱了 我受够了 那随着一声令下 这个连王子带士兵 都被小仙女给变成了青蛙 对了仙女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就是能找到一个 真正对我好的人 即使他不是王子 那画面一软 小仙女带灰姑娘 来到了一家果酱店 这是杰克当初 买下的那个门链 如今已经被他 经营的井井有条 而杰克呢 也早就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知道灰姑娘 喜欢吃果酱 所以才特地开了 这一家门链 他知道以自己的脑子 做生意可能会赔 所以他做的果酱 从来不外卖 而是把他们全部命名为 灰姑娘的专属果酱 想吃果酱吗 我这多的是 足够你吃一辈子 时隔多年后 这个杰克和灰姑娘 也是过上了 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那故事讲到这 也就讲完了 这两个孩子也哄睡着了 锅里的汤也炖好了 时间刚刚好 而郑小学在这个时候 这个小红帽也就回来了 他看到了熟睡的 两个小家伙 还有站在门口 跟他说再见的老狼 而这个画面呢 看得我是怪怪的 穿着红衣服的狼 和披着狼皮的人 或者他真的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坏 也许他曾经动过杀念 但是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原谅 在这个故事里啊 我是最喜欢的救赎老狼了 因为我知道那个灰姑娘 很有可能当初 真的是被王子 砍死在了窟洞里 而老狼为了能哄姐姐开心 不想破坏他心里的 那份童真 而故意的篡改了 故事的结局 或者我们还可以 再大胆的猜想一下 小伙伴们有没有感觉 这个前后两段 故事的画方差得很大 前半段就过于真实 而后半段这两个故事 就显得这么温馨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影 都是站在作者的角度 是作者想给大家 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 也篡改了整个故事的结局 没准在老狼 进入小猫家中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 就已经被吃掉了 或许更残忍一点 在小猫与两只小狼 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吃掉了 而这整整的一部电影 都是作者 为了能给咱们留下 一个完美的童话故事 结局的作品 这并不是什么毁童年 而是真正的还原了 童话故事本身应有的价值 好了 那最后这句话 是莫子有感而发的 有的地方可能会用词不到 还请大家见谅 这大过年的 我也难得正经一回 行了 过多关照 谢谢 再见